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周末,大家很关心的华为孟晚舟的引渡案 在上周五的温哥华的法庭质询中,法官没有当场做出决定 法官需要在这个周末进行思考以后,在下周一继续开庭,在庭上才会做出新的裁定 所以对于法庭上那天庭审的实录,以及法庭上的各种细节 今天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做一个评述 孟晚舟的逮捕令是8月22号从纽约州发出的 纽约州的逮捕令在8月份发出以后,加拿大的司法部门是直到11月份才给予批准的 其实孟晚舟本人她自己已经知道她被调查,所以她是刻意的回避到美国 即使她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就在美国的波士顿念书 但是她过去是多次往返美国 但自从美国对华为公司开始调查以后,孟晚舟她是有感觉的 所以她是不直接到达美国 她这一次是从香港前往墨西哥在温哥华中途转机的时候被逮捕的 12月1号,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在温哥华拘留了华为公司首席财务长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长女孟晚舟 美国政府正在寻求引渡她 由于孟晚舟申请了禁止报道令,加拿大无法公布更多的细节 最早披露消息的《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 孟晚舟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限制 2010年,由于伊朗违规发展核项目,威胁美国国安 美国宣布,禁止对伊朗出口包含美国军民两用零件的设备 违规的企业和个人可能失去美国的出口许可,并面临刑事处罚 但此前,中芯公司受到的是美国行政处罚 而华为受到刑事调查,意味着其潜在案情更为严重 如果最终罪名成立,不仅华为公司将面临更严厉的制裁 涉案人员和主管也可能面临刑事指控 华为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 也是中国5G技术的领头羊 同时,华为也是中共金盾工程等监控系统最重要的硬件提供商 而华为高度依赖美国的技术和零组件 其50家核心供应商中,至少有18家是美国公司 如果未来受到美国出口禁令,影响巨大 对华为的调查历经两年多 最终在贸易战关键时刻东窗事发 出庭的那天,孟晚舟的代理律师 是加拿大非常有名的行变律师 叫戴威·马顶 戴威·马顶他告诉法庭 孟晚舟在温哥华他有两栋房子 他谚语马上接受这个缴环 在加拿接受软禁 他会交出他的护照 他不可能潜逃的 因为孟晚舟呢 他有一本香港护照 是在他被逮捕的时候就立即被扣了 另外呢 他还有一本中国护照 这本护照呢 他也表示他可以交给法庭 戴威·马顶强调 孟晚舟呢 绝对不会违反保释条件 或者呢 是其他法院的裁定 随便跑掉 这个戴威·马顶建议 法庭把他的保释金呢 定在1400万加币 这个戴威·马顶 是加拿大非常有名的 引渡法方面的法律专家 是知名的大律师 那么他一再强调 就是孟晚舟不会逃跑的 因为呢 孟晚舟是一个知名人物 华为公司是全球知名的大公司 孟晚舟如果逃跑 他自己也会没面子 他父亲也会没面子 他的国家就更没面子 这是戴威·马顶 他的辩护 但是戴威·马顶拿出的一系列理由就是 要给他保释 不能够给他引渡 让他在家里面接受这个脚环 也就是电子疗告 也就是电子追踪器 那么呢 就说让他呢 就立即能解除 现在被拘押的这个司法程序 那么主审法官叫厄克 也是加拿大最知名的 非常顶尖的大法官 他呢没有当场做出裁决 他就说过 他要等待下周一再次开庭以后 他会做出新的决定 因为他需要在这个周末 思考空编双方提出的各种条件 那么加拿大和美国之间 他们一直是有引渡协定的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犯人 在加拿大和美国出现 这个人只要在对方国家的法律 要被判处 刑期满一年以上的案件 双方都有向对方引渡的义务 而且是在60天之内 那个对方国家 要首先提出引渡条件 然后扣押的这方国家 需要把这个人引渡到对方国家 这是加美两国 它之间的一个司法约定 很次孟晚舟被扣押 就是加拿大司法部 她在执行跟美国的司法约定 那么当然 孟晚舟被批准逮捕 是因为加拿大司法部在11月份批准了纽约州 向他们传递的 这个对孟晚舟的逮捕令 那孟晚舟这次被指控的罪名是多少呢 孟晚舟指控的罪名很多 任何一项罪名 按照美国现行的法律 对她的良刑都会达到30年 所以目前最可能对她定罪的 是她被指控的叫七大罪 也就是美国拿出了真评识句 孟晚舟她所在的华为公司 她的影子公司叫SkyCon 他们卖给了伊朗的违禁品 跟伊朗有大量的金钱交易 而且这个SkyCon公司的所有员工 他们都持有华为公司的ID卡 尤其是孟晚舟 她曾经在华为公司一个高管的会议上面 她有过一个讲解 她这个讲解是她用的 她的讲解是用的一个PPT 这个PPT 所有这个公司里面做的这个高管 包括SkyCon公司的高管 通通都是华为公司的员工嘛 然后孟晚舟在用这个PPT里面讲解 也就是说我们SkyCon公司 如何能够完成华为向伊朗出口进行基础合作 进行资金交流的各种实践 它是代表SkyCon公司来做这个PPT的路演的 而这个PPT就证明了孟晚舟跟SkyCon公司的关系 她本人就是SkyCon公司的总经理 那么怎么发现华为跟伊朗有勾结的呢 那个要从美国调查中信通信公司时候就发现了 因为美国在调查中信通信的时候 他才发现中信跟伊朗里面规避美国的禁售令时候 总是发现中信在他们自己内部高层的机密文件中 多次有一个代号记录叫F7的公司 中信公司老是提到就是我们要像F7公司那样 做到如何规避美方的管制 如何向迅运国伊朗和朝鲜 叙利亚出口美国敏感的外购件 我们要像F7公司一样去做着隐蔽 而不被美国察觉 所以美国调查专家就非常非常的纳闷 这个F7公司是什么公司 怎么有那么大的牛逼 能有那么大的能力 能规避美国公司的调查 像伊朗、朝鲜、叙利亚出口很多美国管制的外购件 而且什么 而且已经影响到中信公司 中信公司要把它当做学习 当做模范 那这个F7公司是什么公司呢 所以他们就一直要调查这个F7公司 它是个什么公司 它如何摆脱美国的监管 经过美国的调查专家们不断地跟踪中信 终于他们搞明白了 F7公司就是华为公司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华为公司的英文缩写 是HW 那么HW就是什么 英文中的一个单词 husband与wife它的一个缩写 那么英文中的husband和wife的这个缩写 它的这个开头就是HW 那么husband与wife它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夫妻啊 所以大陆的业界就把华为公司称为夫妻公司 而这个夫妻公司呢 大家不可能用汉字直接就写夫妻两个字 就用这个就用它的谐音F7来表示了华为公司 这就是华为公司用F7的代号来在整个大陆的业界 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秘密 那么最终给美国的专家里面终于搞清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专家是只懂英文不懂中文的嘛 哪知道你们中国弄一个公司还有一个代码 代码还是英文翻译过来 翻译过来还不直接写夫妻 不直接写husband和wife 还要弄个F7来代理 那最终华为公司就是用F7在整个业界这么成立的 但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后来获得大陆中心通讯 2011年制定的两份机密文件 显示中心公司利用多家影子公司作为掩护 继续向伊朗等国家出口美国的禁运物资 文件提到另一家代号为F7的中国公司也在这么做 文件中对F7的描述 如试图收购美国三页公司和华为完全一致 2016年3月 美国商务部公布了这两份密件 并宣布制裁中心 十位美国议员认为F7就是华为 要求也展开调查 2016年6月 美国商务部对华为发出了行政传唤 要求其配合调查是否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 2017年 纽约联邦检察官加入调查 2018年4月 美国司法部对华为展开刑事调查 所以美国的专家终于瞄到了F7 瞄到了华为公司 因为美国纽约联邦的检察官 提供了足够的证据 所以加拿大司法部目前拒绝给予孟晚舟保释 她的理由就是孟晚舟有逃离加拿大的动机 那么为什么不能保释呢 我想不愿意保释的理由是应该是这么几条 第一个就是说你说保释要他提供高额的保释金 华为不差钱 所以你提出多高的保释金 华为都给的出 你别说一千四百万加币 你就人一点四亿加币 华为分分钟甩给你 所以说钱肯定不差钱 第二个就是说对他如果说是上电子跟踪器 我可以讲这个电子锁是根本没有效果的 因为华为有足够的技术来解锁 大家要知道华为公司的科技水平 和他自己在监控数码这方面的科技的水平 他完全有能力把这个锁解掉 甚至他可以虚拟一个人带着这个锁 而让孟晚舟他可以真实的逃脱 这是指电子锁对孟晚舟肯定无效的 钱无效电子锁也无效 第三个就是什么大使馆会帮助 中国大使馆会动用外交车辆外交通道 甚至是外交国际邮件的专机 来把孟晚舟从加拿大把他运走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中共现在要抢救孟晚舟 是当做他2025执行的一个重大计划 中共他会不惜手段的 没有哪个国家你会有中共那么流氓 中共什么手法都可以 可以讲中共就是杀个人 然后用死人来冒名顶替 他都会想办法把他弄出来 所以只要加拿大警方把他从监狱里保释出来 那么孟晚舟逃脱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正式讲就是说如果给他保释 孟晚舟随你用什么办法 我觉得他都逃脱的做出加拿大 因为中国大使馆在帮助 你要知道当一国政府用一个国家的力量 来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什么事做不到 那么中国为什么一定要保释孟晚舟呢 第一个孟晚舟是作为中美之间现在谈判的一个新的砝码 因为中国肯定会跟美国讲嘛 我们刚刚举行了高峰会谈 我们需要在90天之内解决我们的中美贸易问题 你这边就非常没有诚意 马上就把我们最大的华卫公司的董事长抓了 如果你是用这种方法的话 大家还有什么诚意来继续我们之间的合作呢 那么作为川普是不是应当跟中国就是翻脸撕脸 然后根本就不谈我们就是打的 现在不就是还有留下谈的机会吗 既然这谈大家干嘛要升级要随便抓人呢 这肯定是中国她首先会把孟晚舟被抓 当做一个外交砝码跟美国交涉 第二个是什么中国要调动民间情绪 因为孟晚舟被抓以后 已经在整个互联网上 让中国的小粉红和中国的愤青们已经同仇滴开 现在要消灭美国消灭加拿大 马上恨不得不是打过长江去 是打过太平洋去 消灭美国加拿大 你现在敢扣我们的人 我们也扣几个美国人 把你美国公司 加拿大公司 在中国的高管 我们就抓那个几家 实在不行 我们就把他大使馆包围了 这中国的民间情绪 中方是一定要去口鼓励的 因为现在跟美国 有可能贸易战会升级的 升级之后靠什么 就靠这些老百姓 就靠这些炮灰 所以说 所以说中共是肯定 在孟晚舟的事上 要表现自己的姿态的 你第三个就是 如果把孟晚舟弄回国 就可以通过华为的技术 现在发动对美国的各种电子战 那么我们的黑客可以侵入啊 我们你美国不愿意 我们卖伊朗卖朝鲜 我们就卖啊 我们就跟伊朗朝鲜 俄罗斯 我们就结成核心 我们就跟你美国干啊 也就是什么 撕破脸皮 跟你美国打仗 是一定需要华为公司的 但是孟晚舟这个人 因为知道的机密太多 尤其是掌握 千人计划的机密太多 孟晚舟这个人 即使中共把它弄回去 我认为 中共有一天 也会让他抑郁死的 因为孟晚舟 这一次被美国抓 就说明什么 中共的千人计划 已经暴露了 中共推行的这个千人计划 已经嘛 已经损失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 还有很多高科技人才 因为是跟华为联系后 在这次孟晚舟被抓以后 被暴露出来 被美国再次盯上 在整个中共的千人计划中 中共一共现在损失了 哪些高科技人才 我随便给大家举举例子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系的教授 叫张以恒博士 他在今年 被美国指控欺诈 遭FBI逮捕 这是其中一个千人计划的学者 第二个是美国通用电器公司 主任工程师叫郑晓清 他被指控涉嫌 窃取蒸汽涡轮制造 这方面的图纸交给中共 因为他窃取技术 被美国逮捕 第三个就是我们大家知道 刚刚在中国搞出这个什么 基因编辑的这个贺建奎 他因为在美国学习了专业技术以后 回到中国以后 然后冒天下之大不为 他去搞一个艾滋病婴儿编辑的这件事 遭到了广泛的国际间的科学家和科技界的一致指责 那么第四个就是非常可惜的 美国的华裔物理学者张首胜 他在12月1号自杀身亡 这几个人都是被千人计划所祸害 张首胜非常可惜 张首胜他是一个现象 他代表了一批才华横移的华裔经营华裔科学家 但是他们很难抵御中共的名利诱惑 当然更多的是他们自己受所谓爱党爱国教育 他们的所谓爱国情怀 狭隘的民族主义 他们不仅自己轮上 更加是助共为烈 助纣为烈 然后危害了呢 危害了中国现在被中共统治下的十四亿劳苦大众 当年中共四九建政的时候 就是有这么一大批 类似于像张首胜这样的海外学子 他们一起被周恩来蛊惑 离开欧美发达国家 盗窃人家的科技材料 窃取人家的技术成果 回到中国以后帮助中国发展核武 发展尖端的国防科技 结果大部分人最终不是去了加鞭钩 就是自杀或者死于红卫兵的皮带和误补之下 那应该来讲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家 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遭遇 都是他们种瓜豆瓜 种豆得豆的结果 这十年下来种下来的恶果到今天仍然在祸怀滑下 中国现在年轻的学者为什么还会重复上一辈 老一代人被中共种下的这个恶果 都是中共这个七十年来对老百姓洗脑 和中国的这些学者们 他们的成就越大 他们越爱国 他们被中共的这个洗脑宣传已经呢 已经丧失了正常的 他们对世界人类文明的判断 张首胜这一大批千人计划的科学家们 到了中共今天建政七十年之后还是毫无掌进 可以讲叫忌吃不忌打 所以中国的民族希望 你看觉得在哪里呢 历史都是精英创造的 人民大众创造历史 那是中共忽悠老百姓当炮灰的语言 有哪一个国家 有哪一个朝代 最终是普通大 是普罗大众创造的 老百姓嘛 说中话不是吃瓜群众 要么就是吃人选馒头的群众啊 根本不存在什么全民觉醒 精英首先要觉醒 精英要有身陷士族的担当 要有能改变历史的勇气 中国人再多 如果精英不觉醒 如果精英们都投赋于权贵 精英们都跟权贵用利益结合 那么中国所以今天就有大量的勾且偷生的人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不在于人民觉醒 而在于什么 精英要永挑重担 中国今天的精英 尤其中国大量的已经赴海外的学者 成就很大的人 他们最终什么 是追踪中共的专制 是在中共的权力和中共的利益里面 尝照他们自己的成果 他们跟中共去分享中共用专制获取的人民的利益 而很少有人有励志要改变中国的专制 要让中国所有的民众都走向民主自由和繁荣 没有精英挑起这个担子 所以中国的精英 你就看到大量的科学家 大量最优秀的知名的学者 他们最终都是依附于中共的铁笛之下 由于跟中共的勾兑 最终什么 中共就祸害了他们 你在中国出现像张首胜这样顶尖的科学家 最后走向他自己自杀的路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因为他有这么大的才华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用这种方法来接触他的人生 张首胜这一大批千人计划的科学家们 他们到今天都没有长进 根本就忘记了当年四九建政回归中国的那批科学家 他们是怎么惨死在中共的折磨中 中共的侮辱中和中共对他们的先用用之救气 不死狗喷 那都是中共一贯使用的手段 张首胜做出的科研成果是早在前几年就做出 他在科学上突破的成绩 已经获得了全球所有的 他自己所学科的物理学科的所有的奖项 就差一个若贝尔奖 那为什么他迟迟没有获得若贝尔奖呢 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 杨振林如果在得若贝尔奖之前 他就投共 他会不会获得若贝尔奖 他后面的一切的鲜花美女 是不是都是一个梦想 今天他的这个弟子张首胜 为什么没有获得若贝尔奖 是因为他被中共毁了吗 他成名太早 不是错 但是他投共太早才是错 因为他投共产党太早了 跟共产党混的人能获得自然科学的若贝尔奖吗 你可以看看历史上 凡是你跟着希特勒走的科学家 后果如何呢 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吗 跟希特勒走的那些科学家 有很多人在科技上的能量是相当大的 但是 有哪个获得过若贝尔奖 因为若贝尔奖 首先就是你是代表文明价值观的 海外的科研人员 为什么都喜欢通共啊 那是因为什么 杨振林是榜样啊 你看杨振林 他自己先在海外能够效忠美国 依靠美国强大的科技 他获得了吗 获得了若贝尔奖 当他自己老卖昏庸 若贝尔奖已经到手了 早就功成名就了 他晚年他来投共了 他一旦投共 不仅享有党国给他的高官后路 党国还帮他配一个新的论柱 所以杨振林就提供了很多人的榜样啊 很多人就要学习杨振林啊 只是这些人太急功近利了 你老早就投共 你就没有获得若贝尔奖的机会了 杨振林都聪明啊 杨振林是拿完了弱奖才投共的 所以说来说去 中国今天仍然被专职 中国普通百姓仍然被奴役 都是因为 都是因为中国精英的堕落 中国14亿人那么多 这一缺少的嘛 就缺少少量有担当的精英 不可能指望14亿人都站出来去改变历史 中国只要有万分之一的人 愿意站出来担当 就有14万人 如果有14万代表精英的中国人 他们愿意站出来改变中国 那今天的中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精英都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海外精英就像张首胜这样 他们虽然有巨大的成就 但是他们老早就选择跟中共合作 帮助中共去奴役人民 像我们看到的李开福李飞飞这样的 中国的精英游的是 他们回到中国大陆以后怎么样 他们都是为了帮助中共 来维护中共的统治基础 所以没有精英的中国人就是什么就是口且偷生的人生 那些岁月静好的人越多中国社会烂得就越快 孟晚舟的被捕和张首胜的自杀 他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在许多中国的高科技公司高层任职的 很多台湾的美国科技专家 以及还有很多中国的华人 早年就已经入籍美国 但是被中共请回大陆 讲学的办公室的代研究生的 这些学者和科技专家全部傻了 为什么现在根本不敢回美国 因为现在回美国完全有可能被美国抓捕入狱 他们现在只能滞留在中国 很多科技专家就说 现在只能期待着川普总统早点结束任期 新任的总统如果能改善跟中共的关系以后 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再回美国了 否则就只能一直在到大陆了 你有没有想过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你为什么要跟中共合作 你选择跟中共合作的那一天就做好了身败名裂的那天 虽然中共会给你很多利益 给你很多金钱 甚至给你送很多美女 但是你以后就一辈子留在中国吧 你啊李开福他最近就宣布 他说创新工厂 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系 他会减少在美国的投资 同时他会把美国的科技人才挖到中国来 李开福在痴心妄想 美国人才会到你中国来吗 如果来的也一定是你挖的那些华人的人才 是那些准备投工人才 李开福似乎毫不在意他的AI技术 被党国用来去控制西藏控制新疆 控制新疆囚禁一百万穆斯林和监管普通的中国人 我可以明确的做出判断 美国下一个抓捕引渡的 要么是李开福要么是李飞飞 就是这一类帮助中共诅咒围猎的 这些所谓的科学家 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 在孟晚舟的这件事上面 俄罗斯表现的有点异常 孟晚舟被抓以后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叫拉夫罗夫 她亲自表态 她指责美国 她指责美国霸权 同时俄罗斯的媒体批评加拿大 她在孟晚舟的事情上面 扮演了说美国的第51个州的角色 俄罗斯怎么会表现得比中共还愤怒啊 这大家就知道 俄罗斯更紧张 因为俄罗斯类似于孟晚舟这样的情况 在俄罗斯更多 如果说是美国追究是对伊朗出售各种战略武器 对伊朗出售各种禁运物资的话 俄罗斯比中国要多得多 美国打击的话 很可能把俄罗斯的官僚全部引渡到美国 所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什么总是同船一条裤子 因为干坏事总是那么哥俩 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叫乐宇纯 他紧急召见了加拿大驻华大使叫麦嘉莲 他对加拿大方面扣押华为公司负责人 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乐宇纯指责加拿大政府扣刘孟晚舟 是于法不顾 于理不合 于情不容 性质极其恶劣 所以中方强烈敦述加拿大立即放人 否则必然是严重后果 乐宇纯的话 把加拿大的大使麦嘉莲吓死了 要开始抵制加拿大了 因为抵制和仇恨是我们中国人每天要做的功课 现在加拿大大使吓死了 因为最严重的后果你知道是什么后果 我估计最严重的后果 就是你们朋友圈别塞什么鹅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坚决不买加拿大鹅 海关机场一旦发现穿鹅的 或者携带鹅的 一定没收 加拿大的鹅要倒霉了 鹅卖不掉了 贸易受损了 加拿大的大使没办法跟加拿大政府去交代了 没办法跟加拿大的纳税人交代了 因为什么不买鹅没人要了 不买鹅加拿大的鹅就饿死了 加拿大的鹅就没人要了 所以这么严重的后果 加拿大大使估计很严重 咱们爱国主义主要就是表现我们买什么 我们抵制什么 什么东西我们不买 你看从香港如果带两罐奶粉 带回大陆会被什么 会被定性为走私 因为买与不买 买什么是衡量中国人爱国标准 从香港买奶粉到大陆 现在就是走私但如果你要从大陆带两罐奶粉到香港会怎么样 如果大陆的这些奶粉带到香港 我觉得香港应该给大陆定罪为定罪为贩毒 你不是贩毒吗 你中国的大陆奶粉哪个奶粉没毒啊 香港和中国讲起来是一个国家 结果呢在同一个国家 从香港带的奶粉到中国就算走私了 但是中国的奶粉如果带到香港你就是贩毒 所以这就是天地两从 但是很可惜这个一国两制 现在被中共已经弄的是一国一制了 香港继续下去 最后这个奶粉就不是香港奶粉往大陆运了 最后就是香港已经买不到香港的奶粉 而全是大陆的奶粉了 孟晚舟的事情在下个礼拜一就会见分枪 我个人分析只有这三种结果 第一个就是什么加拿大放人了 加拿大放人 那么也就这个事情是属于加拿大的总理 他完全承担不起美国对他的报复 从此以后美国和西方国家都会鄙视加拿大 你违背了跟美国的引渡条约 这种加拿大的总理他就要考虑他放人 他要承担美国和西方国家给加拿大造成的后果 但是他讨好了中共 他就要在中共和美国之间选边站队 这件事情不由加拿大政府决定 这是加拿大司法部和加拿大司法界大法官的决定 所以说加拿大放人的这种可能性 对中国来讲是好事儿 但是对美国来讲是痛不过的 所以但是对孟晚舟来讲肯定是最好的理想结果 对华为来讲就是有惊无险 这是第一种结果 第二种结果就是加拿大引渡 美国法庭进行审理 那么美国法庭进行审理也是有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就是什么 法庭最终审理以后裁决放人 这种后果呢 对华为来讲不是很理想 因为这需要长时间的官员和审讯 以及呢要一系列的中美的博弈 但是这种情况呢特别容易让中美之间都接受 因为中美之间可以拿孟晚舟的事儿说事儿 尤其美国虽然政府不能干预司法 但是司法在裁定对这个案件的时候 它会考虑中共的各种政治关系 这是我讲的第二种结果 那么第三种结果就是加拿大直接引渡 美国判重刑 华为重罚甚至华为破产 这样就是中美激烈博弈 因为中国是把它认为是政治问题的 虽然美国认为这只是一个司法问题 但中国人不这么看 中国人认为你抓华为就是一个阴谋 你如果把华为的高管重判 你把我们华为公司捣散了 你就是你美国对中国的打击 中国就是要跟你美国开战 所以我最希望是第三种结果 因为中美一旦矛盾激化 一旦开战 一旦邪恶和正义尽早的较量 激烈的交火 那么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一个崭新的民主法治的中国 很可能在激烈交火之后 就浴火重生了 所以我非常期待这一天早一点到来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